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黄 今天这一期视频的内容呢 对于想要来越南旅游的兄弟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 请大家务必要把它看完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避免踩坑了 呃这些坑呢都是老黄曾经踩过的 所以算是经验的这个分享吧 对现在国内呢 这个繁衣政策渐渐在松绑嘛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大家又可以重新踏出国门游山玩水了 那我上几期的这个视频呢 反响非常热烈哈 老黄在这里呢就感谢每一位粉丝 每一位观众的这个支持 还有很多粉丝就去评论说啊 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啊 我出国以后第一站我就会选择来到越南旅游什么的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想法 多半也是因为我这个视频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有必要去做一期啊 视频跟大家聊一下来越南旅游需要注意什么 怎么样去避免踩坑这样子的视频 不然大家到时候看到我的视频 全是拍越南的好 美食美景美女 可是自己来到越南的时候发现和这个博主老黄 他拍的视频这些都不一样 而且所有的坑都自己都踩了一遍 这个美食美景美女呢也没体验好 那到时候就啊我不就成了啊这个无良博主啊虚假宣传了吗 所以这一期视频非常有非常有意义也非常重要 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吧 对好话不多说言归正传 第一归越南海关的时候要不要给小费 我的立场就是坚决不给不惯着他们 大家都知道越南海关啊 索要小费这个优良传统已经形成了很久 一直以来都有的 特别是针对我们中国人哈 欧美日韩游客也有 但是比较少 主要是针对我们中国人 我自己从留学到现在的话 进出越南不下20次 我自己倒是没有遇到过索要小费的情况发生 但是我身边很多中国朋友呢 都有跟我说说有遇到过 为什么 为什么是中国人 一旦入境越南呢 都是比较容易遇到索要小费的情况发生呢 我觉得原因有以下三种哈 就是第一的话呢 就是越南他整个社会风气 他就是这样子的 前到位了 办事情都好说 前不到位 你路子就很难走得顺畅 那第二的话呢 就是疫情之前 越南全年的这个外国游客 每一年哈 中国游客基本上都是占到了三分之一 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 那有很多这个导游呢 都会要求自己的游客 中国游客啊 在护照那边夹个十块二十块人民币作为小费 这样子的话就又可以让他这个旅行团通关的速度更快一点 团里面肯定会有人也不想给 但是大家都这么做了 你就很难不从中 对 所以说也有这个原因 那第三的话就是 跟我们国人这个思维习惯啊 也有很大的关系哈 可能大家想了就是啊 出国了 异国他乡的 人生地不熟的啊 花点钱能办好的事情就不要浪费时间啊 也不想有事也不想多一事 一点小钱无所谓 排在我前面的就是一位中国老哥 他排在我前面 当时他把这个护照递给这个海关工作人员的时候 海关人员翻了翻这个护照没有找到他想要的 脸上写满了失望 那这这海关人员应该是里面想着就说 这个老哥太不懂事了 来到越南可要吃亏的呀 急得他连忙就是用中文说 小费20万小费20万 这样子对那个老哥说 那20万越南盾大概就是5050来块钱 差不多60块钱 那当时那个老哥的反应就是装傻 啊你在说什么我没听懂 就是装傻什么什么 就这样子很敷衍的去回回复那位海关人员呢 对方一度都怀疑自己的中文到底有没有所准啊 最后面就是啊帮他盖了张脸臭臭的 然后就啊放行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如果大家遇到啊 真的有海关人员像你所要小费的情况发生的话 你直接也就是像这个老哥这样子的处理 就是装傻 一问三不知 就是就跟他耗着 一般来说呢都会就是给你盖张就放你走了 如果对方继续的百般刁难你的话呢 又说你签证有问题 又说什么什么有问题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使用杀手锏 就是说我要跟大使馆联系 我要看大使馆怎么样去帮我处理 那这个情况呢我也没有遇到过啊 所以说我不确定这些方法是否有效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认怂 对 所以说大家不要怕 只要是你合法合规的入境 这个矫正不怕斜歪 所以在这里呢就呼吁大家一定要合法合规的这个办理手续 入境越南 这样子的话 遇事咱们也不怕事 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嫌麻烦了 或者怎么样的 给小费不就完了吗 扯这么多 但是呢我觉得 如果大家每个人都敢于站出来 对越南海关这种不合理的行为说不的时候 我相信这种小费乱象的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变 有所改善的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的立场就是坚决不给 不惯着这些 这群这群兔崽子 第二越南社会治安问题越南安全吗 就这么说吧 越南治安在东南亚可以排前列的哈 甩这个柬埔寨几条街好吧 我看我的这个视频啊 有很多兄弟去发弹幕 还有评论说会割腰子吗 又骗我来割腰子啊什么什么的 这种就是柬埔寨还有这个缅北的视频看太多了 才有这种疑惑哈 改天呢我去拍去医院拍个片给大家看一下哈 我来越南三年了 两个腰子依旧健在好吧 各个地方各种场所都有老黄的身影 至今两个腰子仍然健在哈 所以说人生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 但是呢如果大家要是到南部去玩 到胡志明去玩呢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人生财务的这个安全 就不要说你你走路啊 然后又玩手机啊又打电话的 那这样子就很容易遭到这种啊 飞车党的这种爬手啊 抢你的手机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说大家到了南部玩了就要注意一下这些就好了 那在中部和北部呢我倒是啊感觉会比南部还要好一点 南部的话就臭名遭住的就是那个飞车爬手嘛 除此之外呢就没了没 第三去场所消费需要注意的点 那我相信大家来到越南的话就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吃吃喝喝 看看风景就完了 越南这个洗头按摩呢文明东南呀好吧 所以说大家到场所去消费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大家挑店的随定要调那种店面看起来产量气派大的 然后生意火爆的那种 最好呢位置是在那种啊大马路边啊这样子的 然后呢最好就是有本地客人的 那这种店呢一般都是比较靠谱明码标价同手无期 如果你选择那种黑的就是那种店在那种黑的深不见底的巷子里面的 除非除非真的是有熟人带你去玩啊或者怎么样的 不然的话你就你一个外国人就等着仙人跳吧 再来呢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去相信出租车司机的推荐 一定不要去相信越南的出租车司机 如果说真的有出租车司机真诚的去向你推荐好玩的地方啊 像按摩店啊什么的 可能100个司机里面有一个是是真心诚意的想推荐给你的 剩下99个基本都是带着坑的这个目的去坑你的 老黄呢对越南这些比较热情主动跟你推荐玩的地方的出租车司机是很反感的 我身上就发生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呢 我这边跟大家聊一下当年呢2018年的时候我刚到越南留学 然后我和同学是在河内玩嘛来河内玩我们的学校是在海防 当时我们逛了一天了非常累 我们就想着说去按摩放松一下然后去吃晚餐 但是我们不知道去哪去哪里按摩 我们就在路边找了这个出租车司机 当时我们找那一辆车的那个司机已经接单了 他就给我们推荐了他后面那一辆车 后面那一辆车的司机呢就毛遂自荐跟我们说 哎你们找对我了 你们找我就找对人了 我这里呢知道这个按摩店啊 又便宜然后服务又好 服务又很顶 他说的我们就啊 蠢蠢欲动好吧 就上了他这个贼车上了之后他就把我们拉到那地方去 我当时记得啊车开进去一个比较人烟稀少 然后比较隐蔽的一个巷子 但是那个巷子不会很窄 车啊汽车是可以随便进去的 但是旁边没什么人 当时呢就停在了一个店面的门口 当时那个店呢是那个卷门已经拉上去了 但是玻璃门是紧闭的 玻璃门呢贴满了那些美容美发的那种海报那种贴纸 当时我们下了车之后我们就推门进去看到前台是一个有点胖胖的一个全是纹身的一个老哥 当时我们看着就是感觉特别的不对劲 都当时都不想弄了就不想去体验了 但是可能这个老哥经常去这个海底捞吃火锅啊 这个服务的这个精髓给他学到了 非常的热情啊笑眯眯的跟我们啊介绍跟我们介绍这些项目啊 然后把我们拉拢住啊就说啊在我们这边体验很好怎么样怎么样 那当时看他人胖胖的 然后虽然全身纹身 但是也盖不住他那个人畜无害的那个气质 当时我就放下戒备心 我说好吧 那就来体验一下 因为当时价格也不贵 40万的那个按摩是我们当时选的是一个泰式的精油按摩 40万120块钱人民币左右 然后呢10万的小费是给呃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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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抹着抹着他就不动了 他就用越南语跟我说 当时我越南语很烂 但是还是听得懂 他就说好了 就是我已经帮你抹完油了 如果还想继续下面的服务的话 就要加钱 我说刚才不是已经说好了50万吗 然后他说这50万是那个抹油的 那个油的那个精油的费用 我当时听了就很扯 我就在想说 这他妈这是印度神油吗 我当时整个人都麻了 我当时气得不行 我就赶紧起来穿衣服 然后我就想下去楼下 找那个人畜无害的那个畜生啊 找他理论 这不是坑爹吗 结果我起身就要走 穿衣服就要走 拿东西就要走 还没等我出门口呢 就上来了五六个 全是肌肉男 一看就是在健身房练过的肌肉男 来了五六个人 直接把我们堵在了那个房间 堵在那房间以后呢 我们当时三个人就慌了 然后我也知道 华人大物了嘛 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圈套 我们中中套了 当时堵着 然后那个头头就出来 就说要我们给1000万越南盾 差不多当时按照汇率的话 3000块钱人民币 才放我们三个人走 哇当时我一下我就懵了呀 当时我分析了一下 敌我双方的这个战斗力 我们三个三个大学生 这个受不垃圾的 对面是五六个撞钉 肯定是打不赢 我就冷静了一下 我就说我就开始装孙子 我说能不能少一点 这1000万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们学生拿不出这么多钱 对面就说 这这已经是很优惠了 这个学生价了 我当时越听越扯 我说真的没有 我给你200万越南盾吧 全身上下 确实只有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 现金也就每人100多万越南盾吧 当时我们换的也不多 我就说200万越南盾 放我们三个人走行不行 他说你这么开价的话 你今晚是肯定出不了这个门了 我没转 我就是100万100万的家 最后面就谈到了500万 500万越南盾 他们就愿意放我们三个人走 当时也没辙了 就500万吧 但是现金不够 我就说要出去取钱 他就那个头头 他就派了两个人压着我 另外两 另外两个兄弟就锁在那个房间里面了 就派我 就两个人压着我出去取钱 去找ATM机取钱 当时 我就出去 他们就跟着我 然后就是每个人手握着 手握着我的手 就好像是当时 我好像是那种犯人一样 他们两个是公安机关的人一样 超搞笑的 当时贼气 贼生气 然后我就下了楼 出去的时候 这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 当时我打开门之后 车已经 出租车已经停 停在门口了 我以为是他们叫的车 用格拉叫的车 因为那个车就是个出租车啊 有 有正儿八经的出租车啊 我也没多想 我就上了车 上了车之后呢 就出去外面找ATM机 取钱 当时我取钱回来之后呢 我把钱交了 交了之后我就 把那两个兄弟也救出来了 三个人就 就赶紧收拾东西 赶紧就走 把那500万现金交给他们之后 那交完之后呢 我们就出来 那个胖胖 那个人畜无害的那个畜生 很 还 依旧是很热情 毕恭毕敬的 给我们开门 然后就跟我们说 欢迎光临啊 什么 下次再来啊 什么说这种屁话 就是 真的是 有点欺人太深 但是当时没有办法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中套了 但是出去之后呢 我刚才去外面取钱 那辆出租车呢 还停在那个门口那边 这时候那个胖子呢 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张5万越南盾15块钱左右 在我面前晃了晃 然后说越南语就说啊 我给你们打车钱送你们回去 塞给了这个司机 相当于就是说 他帮我们付这个车费 我当时也没多想 能赶紧撤就赶紧撤 我就上了这个车我也没多想 我就我还想着说 这个扑街他还帮我给了这个啊 出租车的费用还 我还能省一点 不至于那么那么亏 因为已经亏了500万了 当时就上了车 上了车之后 那个车就开开开开了三四公里左右 开了三四公里嘞 把我们搭到了那个河内的古城 我们当时就在古城那边想下车了 那这时候呢 那个司机就说 你们想下车可以 但是你们要把这个啊 出租车费用给补齐 他就指了指 那个出租车的那个表 那个表呢 显示差不多400万云南吨 大概就是1200块钱左右 什么出租车开三公里 收1200块钱啊 这出租车 我真的 这出租车 我当时心想 我说 这他妈什么出租车啊 这出租车全是用的是航空材料 做的出租车吗 这两三公里损耗这么大 这费用这么高 我当时我说不给 给你一个鸡脖吃 那个司机 当时车是静止状态 我想去开车门了 但是那个司机就说 你不给是吧 不给我就把你拉到 今天你们按摩的那个地方 我当时我就说 这还得了 我就准备强行下车 我跟我后面两个兄弟 打好招 我准备强行下车 这时候那个司机一脚油门 就把那车开起来了 这时候他边开 他边从那个 那个储物格那边 拿出一把匕首 就想威胁我们那样的 我赶紧就叫后面的兄弟 把那个司机的脖子 一勒勒住 两个人勒住他脖子 他差点喘不过气来 他这时候没办法 他一脚踩刹车 这时候我就去开车门 然后开车门 两个兄弟也赶紧下来 这时候他看我们三个人跑 他的车就停在路中央 他也追不了我们 就这样我们就赶紧跑回酒店 跑回酒店把衣服换了 换了之后我们才敢出门 所以这一段奇妙之旅啊 这一段奇妙之旅 就是从我轻易的相信一个出租车司机开始的 所以说我这边再次的强调一下 大家来到越南呢 不要去相信越南的出租车司机 推荐的任何地方 吃的也好 玩的也好 坚决不能相信 第四小费问题 大家要是到了场所去消费的话 你要提前跟老板问好 这边是不是有小费的要求 还是说不需要 像在胡志明的话 南部嘛 这个胡志明啊 都是给以前的这个资本主义熏陶过的 那小费文化盛行啊 非常的普遍 所以在胡志明的话 很多店他都是要有小费的 相反在北部啊 在中部啊 反倒这种情况还 但是也是看场所了 不管怎么样呢 你们进店消费之前呢 先问价格 问了价格之后 再问一下这个小费的情况 不然呢 到时候消费完了 然后因为小费的问题 跟店家吵起来 又影响你在旅途中的心情 也影响你这个体验 那就不好了 所以小费问题 一定要提前沟通好 问清楚 这家店有没有小费要求 好有失多少钱 问好了 再放心的去消费 当然了 这个前提就是要在正规的这个店里面 要是不正规的话 像我上面刚才聊的这个这段经历 你跟他聊多少价格都没有用 最后面都是一场 一个骗局 一个套 第五 吃猪问题 你们到了越南的话 你们想吃好吃的 想品尝当地的美食啊 你们可以去上小红书去看一下 一些博主的笔记 或者是下载一个大众点评去看一下啊一些店家的排名 还有他的这个评价一些啊 尝过的这些游客的评价 还有一招呢 特别管用哈 就是大家可以把你想搜索的这些中文内容放到这个谷歌翻译去翻译成越南语 然后拿越南语在这个Facebook上去搜 有一些啊还是会出来很多内容的就是啊当地人他们发的一些啊推荐类的这种美食啊这种帖子 这是也是一招我私人以前经常用的比较管用的哈 如果你们真的想体验啊品尝到当地好吃的东西的话 对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多关注老黄的视频老黄带你们啊探店 到时候跟着我视频里面的这些店吃就不会出错好吧 就是坑呢老黄一个一个帮你们採那好的店呢老黄也带你们一个一个的发掘 就是这样子住的话呢大家如果喜欢住民宿的话呢可以下载一个爱比因 ambnb那上面有很多很好的房源啊都啊都可以在上面去预定 如果说你们住酒店的话像邪城啊非洲啊这些就可以预定了 或者是agoda啊这些都可以还有关于这个换汇的话换汇的话你们可以找这个当地的这些atm机有这个假设你的是银联卡你就找在那个atm机上面呢去找那个那有没有这个银联标识的啊atm机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用银联卡去取钱 那他就直接就是人民币直接转成越南盾你直接可以取出来嘛他啊银行机制里面这个换汇的话这个汇率应该是很不错 或者是你可以到那种金店你拿着人民币现金到那种越南金店去换也是可以的 那在国外的话就是visa或者是万事达的卡比较啊不急啊 好以上的话就是来越南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避免踩坑的一些经验分享哈 以后大家来越南之前呢出发前呢把老黄这个视频翻出来再看一遍牢记于心 这样子你就可以避免踩坑了 那老黄个人觉得呢如果说大家真的想来越南玩的开心玩的舒服玩的顺畅的话 靠谱的思导带大家玩呢那就会靠谱很多 那疫情之前呢这个行业乱象也是十分的普遍啊 所以我心里面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可能也会涉足这一行业 去改善一下这个行业的乱象 那当然在计划中 如果说大家兄弟们支持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或者是弹幕发个支持 让我看一下啊有多少兄弟是支持老黄啊跨界去涉足这一行业的 那说了这么多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呢就给老黄的视频点个赞好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那明天老黄呢就要出发南部去做南部系列的视频带给大家看一看 带大家看一看南部都有什么好玩的 那大家就敬请期待吧 好我是老黄带你看不一样的越南我们下期见拜拜 我们下期见